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和普道高台教 他把三教五道的教义融合为一体 包括佛教、道教和余教 以及佛道、仙道、圣道、神道和人道 这是位于越南南部西林省的高台教圣殿 他建立于六道地下气流的交叉点 代表六条龙合力支撑着圣殿 他们宣称该圣殿是由中国道教诗人李白的灵魂所设计的 而且该圣殿包含着世界不同宗教的建筑特色 根据高台教的教义 信众每日至少要对神的圣像进行一次礼拜或讨告 而且可以在圣殿或教中进行 不过,教士則要在圣殿进行四次的礼拜仪式 仪式必须于四个不同时任举行 分别为上午目点、正午、下午目点和午夜 一般的圣殿可自由选择是否出席 现在见到的是正午的仪式 又归幕最大的一次 仪式即将开始 圣殿仲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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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 超温洩 中星會在儀式開始避開 在聖像前,孫中有特別的痛過手勢 即是以右手包裹著左手 然後將雙手放在胸前,放在耳往顏頭前方 左手是陽,對付神的一方 而右手是陰,即是對付人的一方 所以這個手勢的合意是透過祈禱,將神和人連繫在一起 這裏是平西市場,是堤岸其中一個最繁忙的市場之一 這裏有很多越南籍和中國籍的批發商和零售商在這裏擺賣 他們所售賣的貨品有衣服,個人的護理產品 亦都有廚具,食物和一些雜貨 他們平時亦都會用不同的語言來做生意 例如有越南話,廣東話和福建話 是堤岸的天后廟,是具有中國獨立的建築色彩 我們自尊正門向前走 很快會見到碎城會館四個字 碎城會館就是由民之助興建這座天后廟 阻礙了 當我們繼續向前走的時候 就會發現在我們的前面有一座香龍 是比順重上香之勇 當我們繼續向前走 當我們繼續向前走 就會發現在右手面的牆上有一些粉紅色的字條 他們上面亦都寫著捐贈者的姓名 而在我們的左手面 我們會見到一個櫃桌 是被遊客和信眾擦箱和購買 香足的地方 而在天后廟的陣中 會有一座神台 指示出天后的形象 而信眾就會在天后面前跪擺 祈求和家平安 指示出地上至十分之水 就是購買得平安 美裝油 年成節 這次家庭在騙著 柴位柴場 那邊 夢會 字幕投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